拿出来这本书 为什么拿出来呢 这里面有一篇我在28年以前写的文章 28年就是1983年 什么文章呢 标题给大家看一下 标题是 香港的机会 中国的机会 当然我们提出来一个构策 这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一个大集团 我的构策是说 再过16年 97大戒 97年以后呢 香港就和英国脱离关系 香港往哪里去 香港不要作为一个 经济上面的一个特色的具体 香港要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具体 由于香港 推动英国式的民主 给中国人作为模板 现在我就不想放 我就希望 有一点落空了 为什么呢 香港就没有做成功 香港 香港 今天的民主 是有问题的民主 为什么 因为 它离伦敦 越来越远 离台北 越来越近 为什么 英国议会里面 你不可以叫任何人员才的民主 你都不能直接叫 可是现在 我们的民主 非常处理 什么原因 很不客气的 就是 台湾的民主 对台湾的民主 为什么 有225个非法委员 被我到法院 告了224个 我会告我自己 所以才告我 就因为是假的民主 怎么样就因为他假的民主 我告诉你 两个党 在分飞 我们都以为 两党政治是民主 跟民主 是错的 美国是不是两党政治 是 美国打伊拉克的 是非法 是侵略 是违反联合国的现场 可是美国的众议院 参议院 除了众议院的一个女医员 叫做巴布拉尔迪 这么一个女士以外 全体通过 两个党 民主国家的任党 用非法方法 违反联合国 现场建立的方法 去潜入伊拉克 就是他们的感受 所以 两党政治 并不说证明的 就是 民主 或者特别人的大手势 相信的 一党政治 也不是 那么样的 绝对有问题 至少 我们看到了新加坡 它虽然一党更正 虽然现在也动摇 可是没有人说 新加坡的一党更正 是 有人在贪污 绝对没有人在贪污 可是我们看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党更正 有人在贪污 可是对我们历史家看起来 或者对我们这种思想家看起来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怎么包批贪污啊 没有 中国历史上 在清朝 有两个联费 就是 怕你贪污 政府特别给你钱 保持得清廉 所以像许世英 最后被西太后 外放和现官的时候 不要在京官 不要在北京做官 外面做官的时候 许世英不可去 其他做当众效果 是他傻瓜 为什么傻瓜 因为到外面做现官 有钱 可以贪污 在北京城做官 没有钱 所以贪污是公开的 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贪污现象 你们觉得忧心吗 我一点都不忧心 为什么 为什么 两千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 每年的财产 两千兆 贪污 是 五千万 整个比起来 是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 算不了什么 我们要看大的方向 大的万事的国家 在发育滋涨 在壮大 有千分之三的贪污 不重要 可是 对我们的人性 有影响 所以现实上面 像我们这种比例原则 不重要 你理由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要知道 这些信息真相以后 我们的看法 就会变得比均格 好不说 骂共产党谁不会啊 我也会 可是 共产党 没有做过好事 他的好事 我们不敢承认 我们要反省 他做的坏事 我敢骂 他做的好事 我不承认 或者不敢承认 我觉得我们要反省 他五岁 你准个例子 我准个例子 在四十年代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三十五岁 到了七十年代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六十五岁 共产党 使中国人 一千万 二千万 三千万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可头了吧 可是他是六亿人口 平均起来 多活了三十年 近年 又增加了 又增加了十岁 便七十五岁 共产党是个做的好事 他养活了十三亿人口 并且 使他们的平均寿命 增加了四十年 我请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当我们两个坏话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他 做的好事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头脑 健康 能够很均衡地 论断一起 现在 就回到本题了 中国知识分子走不向 走什么想法 知识分子在大陆 是处劳酒的 我以为要做了什么事情 我告诉各位 六年以前 我到北京大学 大家以前记得这个画面 我是真正的一个中国人 给知识分子 扬眉捅气的 是超老酒 光芒万丈 今天有人说我 你得叫我马公共产党 很奇怪 共产党知道我马上 你得问我 他知道 所以我去水平的时候 六线条 出了飞机场 其他的五线条 全部车停起来 我的车 一路单独走 对面的车 全部停下来 人家下车 司机就下车 都被烟 看我 可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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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被抖 那我当郭冰对待 可是防我 那我当贼来防我 我的讲演 看大家没有 美国的小牧师讲演 在北京大学 现场全中国中 俄国的附近 讲演 现场全中国中 台湾的笨蛋 叫林阉讲演 现场全中国中 李李奥讲演 对不起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防我 他知道我对中国很有善 我并不对中国共产党有善 可是我对中国很有善 为什么对中国有善 大家知道吗 我之前带了一个小板 小板上一个小子的鸟 大家回来 来 1937年7月7号 回卢沟桥世界 日本人在北京 那时候我三岁 我在北京 看到没有 两个月以后 注意啊 1937年7月7号 日本占北京 两个月以后 就这本书的政府人 看到 日本人 七月八 在北京城内 这是什么 证明了 我的小的时候 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 就不止于1937年9月 我在北京城大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了 日本兵 骑着马 在我的眼前走路 你们知道我的信念吗 我偷偷这个话 我觉得有一天 如果我的国家 如果有一个政权 或者一个党 他们能够做到 外国人 外国兵 不再骑着马 在我眼前走路 我就很高兴 我就诱服他 如果我国民党 做到这一点 我就诱服蒋介石 国民党无道 并且把中国的 比台湾 打44倍的外国人 对 对 我都诱服到 苏联 跟斯大林谈判 要救回来 跟救我回来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要 骂国民党 我在台湾 恨国民党 原因就是说 你欺负我 你疯我 你连最起码的光荣 你都不会丢我 我跟大家说 中国共产党 给了我光荣 他也欺负人 他也作动人 可是他给了人光荣 怎么证明 英国的首相 萨西尔夫人 到了北京 跟邓小平谈判 当时 我们香港的朋友们 也希望 虽然知道 我们是中国人 香港 百分之九十八 是中国人 也希望 也知道 九七年 是大县 经过了一百五十五年 要把香港 就荣耀回来 可是 希望 延长 不希望 代表 不希望给中国 共产党的同志 萨西尔夫人 英国首相 他在北京 问邓小平可不可以 邓小平说 不可以 你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告诉你 旅言 中国共产党 你们中国 接受了香港以后 香港变成一个空城 这个老公说 空城就有空城 我们也有 有空城 就这样子 很多香港人 跑掉了 除了李丹 中国共产党 香港人 就这样子 抱着 今天 香港人 不买也 当然不买 最严重的情况 香港人议会 我们才看到议会 到处备市场 可是到处备市场 不是英国的市场 应该是中国市场 全世界的倒排 民主国家 那种私本的道路 为什么今天 变成这样子 英国人自私 没有给香港 留下好的记忆 我告诉各位 帝国主 没有很多 最坏的 比利时事 他统治干国 七十年 非洲的干国 七十年 没有留下一个律师 没有一个医生 只留下了三个大型的毕业生 所以 刚刚这种独立的时候 被英国告知 连修理 修到英国人去 把修主的人建 比利时是不负责任的 帝国主义者 英国负责任 所以 他平衡很多好的 秩密 可是对香港 大家注意 英国人没有多 英国人一百五十五年来 给香港人充分的自由 给香港建立的 法治的基础 可是香港没有民主 因为香港没有民主 所以香港突然出现了 民主形式的议会以后 变得很粗暴 跟台湾一样 为什么英国人不给香港民主 这句话 后来我们的答案 在97以后 英国的外向 外交大臣 后悔 他说 我们后悔 没有给香港人兵 就反过来说 一百五十五年来 英国人没有在香港 这样好的民主 这个不然 这个不然 丁宏白都把钱花光 盖进了机场 最后呢 把民主的构想 留给香港人 香港人 胡为胡冲 立刻就开始 向共产党要民主 就是今年的下场 他不肯给小七八八 香港人要 搞到现在 欢迎他们的警察 这是我在二十八年以前 所写的 我希望 香港回归以后 能够有一个 英国式的民主 留下来 这是我的 失望 也是香港朋友们 做得到的地方 原因 不是香港朋友不努力 而是 上任英国人的 英国人不给香港人训练 香港人 第一次老民主 都碰到共产党 反过来说 今天作为一个思想家 我告诉大家 民主不是我们 第一个选项 正话 我告诉你 民主本来是从希腊放出来的 大家知道希腊当时 民主的极比极吗 叫一比十八 甚至一比十趟 一个贵族 其他十八个人 都享受不到民主的福利 有的是独立 有的是外国人 有的是女人 有的是老二 家里面老二 不是老大 老二以上的 儿女 都不是自由人 所以希腊式的民主 是极少数的人民 十八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享受了民主 现在 如果我们就是 公平来看 现在中国大陆 不是十八比一吗 什么叫十八比一 现在中国大陆 有七千万共产党 十三亿人口被七千万去除 不就是十八个人里面 有一个共产党吗 他做了共产党以后 他有八万人 在那里面 在七千万人的族群里面 他有相当的投票权 相当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所以我说 我们要从 一个有趣的统计数字 来探紧也行 因为有千万去三的贪污分子 可是对两千兆国家而言 五千万的贪污 不算 同样的 因为有十八分之一的民主 党内民主 所以我们觉得 他的党内 有某种程度的选举权和候选举权 这就是我们的费言 我们了解之后 香港没有那么惨 可是香港 为什么现在香港 开始 为什么 上海章权 所以香港真正的 我们的努力 标语 是要从经济上面 抢回来 这个荣土的利益 而不是民主 所以我给香港朋友一个建议 不妨想象看 议会民主 既有的 内部这种小问题 大概超级当中有 真正的民主 走的路线 是从香港本身 香港人中备的年轻 活活 有活力 非常非常现实 什么时候香港人 在六四以前 关心过六四吗 关心在天安门吗 香港 什么时候 关心过教育台 过去中国的历史里面 亚洲的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香港人 在政治上奋斗的历史 香港人就不搞就这个 可是现在香港人 关心人 我劝香港人 不要那么笨 香港人 真正的努力的方向 是搞经济 经济搞起来 你的国家 我怕你 你就热了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都这么厚 香港人真的很 就不高兴 因为一搞政治以后 人会像你 很爽啊 台湾就是政治发展 很爽啊 所以 大家看到我 我在台湾 大家考虑 今年我可能 出来选租总 我 你不要选总统 你会当选吗 反过来说 要反过来说 就因为我选总统 才勉强出现了一点点 真民主的现象 还来看美国 美国是两个党 有个民主选举 第三个党 第三个党 SWP 这个党得到过千分之三的选招 美国这个Leader 就是消费者保护的英雄 他也带着绿党参加 他也得过千分之三的选招 到处里选 就是千分之三 可是那个千分之三 真正代表了 美国的民主的 国民的民主 有人敢出来选 台湾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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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大党踏死 没有第三个党 有机会 我有没有 他不知道 为什么 按照台湾的宪法 四十岁 就可以做候选 可是实际上 我要去报名 请你交出来 2500万人的同意书 推荐 推荐不是一句话 不计划 签表 签名 和改例 麻烦你不得了 25万党 25万党 然后他交 1600万台币的保护购金 用某坎普高的方法 来限制你 许你 不能够许你 那如果有个突破 还是我们的本领 突破 就不能选 就这么简单 美国没有这个问题 美国有第三党 以下这些小党 都很小 可是要选就选 没有这么多门槛 有这么多门槛 又要钱 又要联属 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 民主的假计 宪法也是规定的 跟你所做到的 不大表 宪法说四十岁也可以 真的去选不行 最近 共产党欺负现场 九十年 我猜他们的福多人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 国家 再过四十年 就建国了一百人 我们希望那个时候 是个 富强的 民主的 国家 影韩什么意思呢 影韩从现在开始 等待着四十年 等三十多年 等待着四十年 中国兵 你们看不看了 我看了 他们就反应不一样 为什么呢 许文党 我想起来 不是有一个 中华人民共产国现场吗 中华人民共产国现场 中华人民共产国现场 会有序言吗 序言会还有四张 序言有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的国家 要建设一个 富强 民主的 文明的国家 你们共产党在六十年以前 在宪法里面 就答应我们民主的 现在还要我再等这十年 这个意思吗 还算是这样 对吧 我拿去宪法来邀请你 你怎么这样 对我认为 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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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说 对我这些 漂亮 我太金了 为什么 我会读什么东西 你们会好好读这个 中华人民共产国现场吗 不认为 为什么呢 你们到了书宅 你们上市场 为什么呢 马上还能烂住过来 不是香港人的坏习惯 平常不买书 每那些书宅 我告诉你台湾 台湾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 不看你 这么多人不看 剩下的图群呢 每个星期花四十个小时 搞电脑 搞网友 其中十分低的人 看出 看出四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 搞网友 搞电脑 没人看出 那么现在能卖书 在卖书吗 卖个谁呢 中国大陆每年出版 十八万本书 很舒服 台湾每年出版 三万本书 包括龙女台的 得不赖人 不赖人 可是今天 林霞去找个花 至少林霞那边 给我从来 这个 李奥大树 新书成功的 从来为个花 我也叫林霞的树 好 谢谢 好 这个用 我告诉各位 你们 不要买这么多树 什么原因呢 大家记不记得 英国一个共语学家 现在还活着 贪汪 他21岁开始得比 或者他越来越年轻 他老一天靠脑的运算 天才 他说 我们人类 要十处 每个小时的速度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的速度 才能归得上 世界的出版本 换句话说 输不输出的 你快 你追不上套 等待你追 追不上套 所以你到香港出展 大户处 满猪满猪 满猪满猪满猪 等给你买 你买回来以后呢 看不完 看完以后呢 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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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白旅二人 输 所以 贵派是必须的 有好听到 他不如我讲过 胡锦涛 弹出这句话来 我就不信 我就讲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告诉我们 六十年前就告诉我们 国家是 这么强的 等了六十年 还不兑现 宪法给我们的条件 都不兑现 你现在 口头前头 再等四十年 我们都要说 不是说你受网 而是说 我们不愿意再等一百年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口头让咱们看出呢 我教你们怎么看 你们看的是错的 中华人说 啊 怎么说 说做什么 国学制 审问制 圣孙制 明天制 主行制 这个程序对话 根本不对的吗 国学制 圣孙制 明天制 主行制 完了 三个程序 涵盖了一个程序 中间的三个程序 重复的 一个程序 可是涵盖不好 就变成五个程序 所以大家要知道 把草草药 才能辨别 这些东西 看出不能辨别 看出有没有 所以大家 很迷失 很难过 迷失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对共产党失望 可是我们要想到 他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就不要护杀 如果护杀他 我们不公道 因为自己不公道 因为 我们跟着那种 怎么懦弱呢 别人的坏话你敢讲 别人的好话你敢讲 别人的好话你敢讲 这是一种 胆怯 我认为 这是一种胆怯 给我 告证 先鼓掌 先鼓掌 现在 还真的回到本头 告证大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要有这么好的头脑 头脑可以许你 不被骗 自己也不会那么肯定 为什么去圆 还套门 还痛 我那一个老师 说林海邦 在做的求一本 在台大念书的日识上 林海邦 四十九岁的时候死掉了 他在胃癌 胃癌的原因很多 可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精神不高兴 精神不高兴 可是 他是学哲学人 哲学家可能胃癌 怎么可以呢 表示你哲学人 没有学通 行 哲学家可能胃癌 等于神父可能胃猪 不可以的 不可以死在这个境界上 这个 私人也不可以 私妻也不可以 这样说 我告诉各位 天海邦四十九岁 就死了 为什么死了呢 七死 是他还是什么 十几半 突然想到蒋介石 他在地上 他一丢 站起来 眼角 打扰了蒋介石 生气了 他也剩下的 得了VS 结果蒋介石活了八十九 你的敌人给你做活 你输了吗 字 你看不像 马英书 马英书 北大校长 告诉大家 他说 中国人口太多了 不要再说 人口太多 毛主席本来 说人多好办事 大家都 马英书 他说 北大校长 贴大得道 一路去 贴到马英书 房头上 马英书 马英书 不能不幸福 什么结果 最后告诉大家 毛主席死了 马英书还没死 毛主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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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活100岁 好了 结果赶200 成功 成功 所以 活过一日 快快乐的 活过一日 是中文人的 我带着 有一个五十天老 从美国来 他在场 他在台湾做个台湾笑 他是有名的话语的 就是说 我们是一开始 谁有本名 带他去对方的 焚烊小叠子 这些东西 都太样 在台湾笑 哈哈 他跟我同学 我互相比赛的成熟 所以这些节外的话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那种屈原跳过来 或者像朱湘那样跳过来 或者像牢舍那样跳过来 或者像王国文那样跳过来 都不错 要快活乐的活棍的敌人 说起来还是大话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里是可以做的大事 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好头脑要有好的走势才有好的走向 收莫方式要调整 否则的话 我们无限的痛苦无限的痛苦 我认为是不宽 我给大家一再讲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意思 我给大家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第一个 走 大家看看 以前清华大学教授 王国威最后跳过来自杀 五十岁我跳过来自杀 这个 许文苏公 八国联军的时候 以前他被一颗船打进来 被西太阳打下来 人倒霉倒在这个样子 同时 同时碰到了暴军 西太后 同时碰到了暴军 就是一颗船 在文队的时候有人碰到了 暴军和暴军同时碰到了 很多人倒霉 死掉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给大家纠正点历史 你们说我要问你们 中华民国第一个总统是 你们都在孙中山 错了 在孙中山以前 香港人注意哦 杨曲云就是他 但是香港同盟会的受责任 孙中山后来进去 他们成为一个合同国总统 他将起来 孙中山过去 所以真正的 中国的第一个总统是香港人 给你们一点鼓励 这就是给你们看到的 南京的条约 上来一行子 一行子 大家看看 你们听的 是不是 大清的皇帝 大清的皇帝 把香港一个岛 给予英国 就是给他的条约 我亲自看过这个条约 因为条约在太多 因为是国宝 所以看他说话 要戴口罩 要戴手套 这不是什么 这不是什么 这是个走向 我用亚洲人主的例子 1842年 前南京条约 把香港给他拼搏 对不对 对 当时这个构想 在同一年 川敌条约 在川敌条约里面 香港总督七善 就答应了条约 结果大王皇帝 把七善抓起来 说你卖国 怎么可以把香港给英国人 结果打 英国人打南军去了 打不过 好 重新进行条约 不但香港给了英国人 西善的条约里面 川敌条约里面 香港给了英国人 可是中国人可以抽费 好了 南京条约里面 抽费全力没有了 在川敌条约里面 一口同伤 没有五口同伤 在南京条约里面 五口同伤 所以呢 道光好帝 不同一个知识分子的见解 就好像毛泽东 混听马英出的见解 上了大 可是最后呢 把香港给掉了 有人说 香港当年给了英国 一百年后收回来 一块荒岛本来是鱼村荒岛 香港搞得这么好 如果当年造光皇帝 把整个中国都给了英国 一块 一百年以后 一百年以后 防止我 也不会比中国人搞得更坏 这话 林小峰 你什么时候说的 又来 我二十八年又去做的 结果我这种观念啊 被一个人抄斗 太大小了 在我讲的时候 我一年太大小了 他的名字叫做 刘小峰 所以我放上去 我的观念 被刘老峰出口 然后就是刘老峰 四年以前 六年以前我去北京 他喜欢上好 所以刘老峰这个人呢 两个大师 第一个是 他拼命自己在捧自己 这话是什么道理 因为别人不捧我 不够我 不够我 第二个是 刘老峰不肯骂共产党 真的不公道 刘老峰不公道 我讲过来 共产党知道我来骂他 你说我不知道 因为你笨 可是我无法接受六号国的这个 看 你算吧 赞成台独 赞成台湾独立 赞成西藏独立 赞成美国打伊拉克 我不觉得六号国是投倒清楚的 台湾独立 一时候 约登丝诺贝尔的和平奖 我认为 外国人一个不公道 诺贝尔和平奖很容易得 他不是对于审查 他能够审查 和平奖的位置 审查时候 只要三个人通过就得到了 所以很容易得 不过我承认 诺博尔和平讲 他们有进步 他们这次和平讲 给他说 上一次给他说 拿来的忙 有进步 来看影片 重演一下 来来来来 这个人叫山西王 年西家旗 后来死了 还不开心 他当然是个军防 可是他有很好的见解 很坚决的见解 他说共产党 共产主义不能实行 为什么不能实行呢 他的共产主义是给圣人实行 凡人 凡夫主主不能实行共产主 什么原因呢 因为圣人可以做到个军所能 个军所需 凡夫主他就不会个军所能 他还偷懒 你做他不做 吃东西 你吃一个馒头 他吃两个 个军所需 他吃了两个 所以 为什么大陆的公共企业 都落伍呢 没有军争力呢 就是因为有点人 烦恶不舒服 圣人有个问题 他看到这一点 后来共产党自己看到这一点 大家自己什么地方看到呢 在口谱上看到 过去共产党的口谱是 各尽所能 各勤所需 这个观念非常伟大 我们不能否认大 非常伟大 可是 现在在 各尽所能 暗 虚 虚 暗 老 暗 老 各尽所能 暗虽分配 你做不少 我来分配 第2句 划成花的 把道德性 寸称为道德 各尽所能 还是道德性 暗虽分配 就是没有道德性 是政府给你做着 在不知道德 我知道你们香港人不喜欢我 不过在外出互乱会特么多的 所以现在共产党聪明人 坦白说 现在细心的不是共产党主义 大家有看见的 可是这个招财 拿不掉 可是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样 邓好评很聪明地讲这句话 文革带着我们的教训 什么教训 穷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主义不带着穷 所以他同意一部分人先发财 一部分人跟上去 今天就这样子 一部分人发财他过头了 另外一部分人追不上去 那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我们找一个问题 现在走的路就是跟美国比赛 跟美国比赛什么呢 走资本比赛比赛 麻烦出来 什么麻烦出来 美国人现在拿着一块美金来 一块美金 其中四毛一分钱 是你的钱我的钱 美国过去是有钱 一块美金你花钱 其实他们有钱 会借你的钱 花你的钱 他不再凝聚毛粮 还均匀的毛粮 然后 叩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也是实现一块 估计还有别人这个结果 哈哈哈哈 你趁着好好走 快走 哈哈哈哈 那美国拿一个 订得一百块钱美金 多少钱 遇到这个两分钱 他一百块钱美金 啪啪啪啪啪啪 量化本土 第二次 连开的第三次来了 第一 在美国的本土里面 就在世界的美金 比美国本土还多 什么结果啊 美国搞很麻烦的时候 他们不先倒霉 先倒霉是我们的 我举个例子 你们 我举个例子 你们知道我的科技朋友 哈哈哈哈 911 10年 炸了 啊 今 就好10年了 炸掉了双子星 双子星炸掉了 炸掉了 美国 美国6000亿 亏损掉了 然后 就是 这6000座的 911大楼 亏损掉了 折断是这么多钱 944个月 叫世界争摊 每天输出50座 叫我们再买单 美国只赔一座 比较增加上的是 两一组 双子星 美国叫全世界 负担 6000座双子星的代价 我对你们讲数字 你们听不出来 现在懂了 6000座双子星 每天50座 叫我们全世界买单 美国这么坏 中国怎么办呢 跟美国比赛 尼泊我有多 麻烦了 我已经 请看我那本书 200亿里 这个很清楚 美国人 我们要走一条路子 全世界要两个地球 中国人做过美国人生活 全世界要两个地球 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开始在美国 婚姻套穿着西装 打了红领带 婚家宝穿着西装 打了红领带 九万人服装是一样的 首饰也是一样的 笑容颠覆着 这个姜业 他们也是一样的 他们是好的官 他们 归归继续地做技术官僚 他们的争传夺利 可是没有刀光学力 不像以前那么惨 他们这样的好的官 干什么 小心 我怎么样 把他们答案 听我的话 过去中国格伦一百年前 提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革成命了 格伦以后呢 飞着包袱过河 虽然过了河 可是包袱还在 丢掉它 革命没有成功 所以一九二十一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再有一个 中国共产党拿着一个了解的 人家走避 他参加了刑害的 十年以后 参加共产党 再有一个 革命 到了文革以后 把讨论过来 革命说 我们现在摸着石头过河 还在过河 已经不再被包袱了 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是这样子 胡锦涛在干什么 我只要送他们一句话 叫摸着卵子过河 过河的时候 长得很小 怕在搞完 断着石头 就不再搞完 在中央 别提问我的话不上 中国方言达词典 里面有这句话 捧着卵子过河 输入土 输入人达 所以你要骂人 要去学问 我有个例子 中国方言达词典 他们为什么胆小呢 现在买美国的国务券 9000亿 美国的辽法文工 花两分钱 你没有人一百块钱的 又花两分钱 又加一百块钱 充掉了 9000亿变成8500亿 再来一次 跟上8000亿 所以胡锦涛 金达邦家导 心里吓死了 不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苦恼 苦恼 所以现在 我说我了不起呢 现在我转向 我在七个月以内 抽了三本书 我转向 特别显得杨美美国 杨美美国 在大陆出版了 不准硬 有一个 看起来很讨厌的一个人 叫杨洁 和杨洁 和杨洁 外交部长 今天他跟那个 希拉勒 一个胖女人照相 他外交部长 看着这个书 对这个书影响 胡锦涛到美国 跟美国人 主邦交 这些摇子的书不能出版 第二个文学 改名字 现在叫做 省畅美国 为什么我要成了美国呢 我跟大家讲 我一个讨厌的 我叫做余光忠 余光忠 我前一天跟朋友开玩笑 他现在回来80岁 他如果40岁就死掉了 只过40年 他还在余光忠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40年没有进步 突然写了很多烂诗 还是一样 不写也一样 我都不一样 我这七个月 写了三本书 每一本书 都跟你想不一样 这才是本人 大家要愿天愚人 告诉大家 不要愿天愚人 世界这么大 你都一个百分比 就倒飞了 我告诉大家 你们念个毛泽诺的词吗 写给李淑义的 我是交阳军事有 杨友成阳 实战五十九 魏心苏刚合作有 吴刚仿仇 会的八九 第一个话 我是交阳军事有 杨友成阳 杨友成阳 毛泽诺老国 被国民党枪毙了 二十九岁 被打死了 我就在这交阳 他就辞职了 李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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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义 叫柳之巡 柳之巡 柳之巡的女龙 证明什么 证明有一个比例 在这个世界的过程里面 有个比例 它就是导演员 原来时代 干掉了 王世卫 搞野歹 方法 王世卫二十分 跑去加孤兰党 怎么样 四十一岁 打起了 光场沙坡 死后三十一年 他老婆才知道 他告诉他老婆 你这样子知道 死后四十四年 才平常 打起了我的头脑 我的头脑是电脑 袖子 我头脑里面 咔嚓 谁要看电脑 不要电脑 我们就是电脑 全世界最后一个 打败电脑 你们会觉得我在干什么 我在跟你们 在开玩笑 因为 我现在做一个严肃的演说 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很高兴 就这样 就这个结果 人本人就有那个党外规 在党外规里面 香港这个地区的主持 比较起来 是最幸福的 这就要珍惜这个心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在议会里面 内顾的一些问题 潜力作业降低差 可以 大方向上 没有必要跟北京作战 所以我看到太笨了 我常常 很多人我问他一句话 要不要 崔山中国共产党 要不要 要不要 不要 不要 你咋不怕 不要 他怎么办 他都那样子 屎样子 怎么办 这样才改好 我 所以我来说我的方法 从方法 就是 我们跟他 劝他 推荐 捏他 吓他 你咋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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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现在改善 就会拥抱你 国安党会不会拥抱我们 不拥抱我们 不会 他们干嘛 他们忙得很 他们两个人在同志搞完了 我又学给你了 又说你了 太远了 早前 我都是我同志会能走下去 告诉大家 不要随气人 不要有点眼光 不要走天 不要身份 你小哥 笨蛋 我再讲你 你不就是笨蛋 搞一个零八现状 零八现状 你讲的好多 我把他拿去跟东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队 他还长得上东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队 这个问题是笨蛋,他跟着这门讲的 没关系 这就是不要我说 他在做牢让我们不要过分的折理他 这个就有点不齐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在这个前提一下 跟公安党周全 在中华中文是我们的杠杆 杠杆是我们的支点 就是阿基里特长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举起地球 这个支点就是香港 香港最有资格做这个支点 台湾很可惜 台湾叫他叫他 台湾叫他叫他 台湾叫他 所以我觉得 香港是我们最后的期望 演讲完毕 有点问题 问题 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不要骂共产党 不要骂他 我们跟他好朋友 然后说服他 让他们教我们 那请你给我们一个方法 我们怎么去说服他 或者怎么让他们给我们更多更多的好处 另外有一点是香港人都关心的 是说我们现在的特首好像不太成气候 那怎么样一个特首才可以帮到香港 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怎么样这个特首要怎么样跟中国 或者特别是跟香港人做一个有效的服务 就让我们的议会不会越来越离开伦敦 我们现在越来越离开伦敦 谢谢 我对郭安婉有没有好办法 我现在先试探你 先把我的儿子开进去 我要宁愿他 我拿大喊不是铃铛 欢迎香港的特首 我在这里跟你讲 我对欣赏陈芳安婶 很可惜,他看英國史,他是英國人,根本是英國人 他對中國的意義更重,顯然出了問題 我認識他的錯誤,他一開始在九十年以後 不要這樣子對中國用英國人的眼眶來看 陳芳安生的祖父是安徽省的成長,是有名的將軍被蔣介石害死 所以那個時代的人救活,要付出生命的代謝 陳芳安生的一代,要知道愛國家,愛憲法人,應該用更出名的方法 可是我認為,陳芳安生一開始就跟明完不化的共產黨蓋上了 我認為是不治的 所以我覺得陳芳安生不能夠攪住香港的廁所 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其他的這三個人,兩人看得到九十年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 可是我知道後天有一個人從我吃飯 那個人就是最好的 馬英九是香港人嘛,他來選擇這個手,你投意嗎 馬英九也是他來拍照,不要再按照 請我們來給您幾位 你好,米昂先生,我来自中国内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刚才听你所说的 你说千分之三,中国的贪污率在中国整个的GDP当中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说,在中国,历代王朝这样过来 都是有那个,到他灭亡的时候,那个王朝,都是他那个官僚膨胀 膨胀的数倍,十几倍,这样一个,到他灭亡的一个坚固 但是你说,你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个叫蝴蝶效应 那当然,其实你的境外打问题,因为我们时间会很大 他说一个很小的,很小的问题,随着时间会膨胀,导致他灭亡 好,就像动力党人那样,他当初也是因为过度强大而自我灭亡的 这样看,你看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系,怎么样去看呢? 好,谢谢你 这个解释是,会不会就像灭亡的人 中国灭亡很多次了,不过很难灭亡 你看,台湾的蒋介石,台湾的蒋介石,以南英国首都,两次丢到了可途 日本人占了一次,共产党占了一次 在台湾,蒋介石的徒子徒孙马云九,他不要脸,他在清土中华中国国一百年 中华国国三十八年,就王国一百年 所以,整出律史上看,就是小时,不值得这里 是万一百年,开大一点 好,在一边,站起来的这一位小姐 对,这一位 李大师,你好 你好,我来自乌克兰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你有曾经被强奸或者被强暴过的经历吗? 这有没有曾经被男人或者女人强暴过,或者强奸过的经历? 有没有被男人强女人强暴过的经历? 如果没有问题 他问你有问题,不好意思,请说好 你问了问题了马上 这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啊 对,对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希望吗? 如果你希望的话,那个强暴本身就不存在了 所以如果,如果,如果 对,我想说 所以,那么希望比强暴还要可怕 我想说的是这个 那你怎么看希望和强暴之间的关系?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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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解决问题嘛 不如,其实啊,这位小姐,你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大师就回答第一个吧 有没有被强暴过的经历? 好,谢谢 好,谢谢 好,我们再来的问题 我们想看到,后面那位女士,然后前面这位先生 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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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千金万万考上所谓的中国大中典大学 然后五年前,我们千金万苦的到深圳谋了一个职业 然后八个小时前,我们千金万苦的从罗伯关城上岸人海的进入来 做了几十站的地铁 就为了一堵您这个亚洲第一猛男的风采 我们最大的荣幸,首先谢谢你给我这个提示的机会 虽然我知道我显然不符合您的这个选择女性的白衣服高收用这个标准 谢谢您 其次,我的这个问题就是想说 我知道您是生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我是生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虽然我们这个年代是各个观世纪 虽然不坏是看不出来这一点 因为你比我还要更青春更活泼更有努力 但是我是想说 其实我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就是在您的友商之年或者说在我的友商之年 您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这个关系 最理想的关系是怎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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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前面基本上就是说非常英俊 好,前面这位先生 我们可能接个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道理 这位先生 谢谢 谢谢啊 李昂大师 我是中华文化草诺中心的朱建宁教授 我记得你,我跟你通过电话六两天 我记得你讲到秦分子 你在北京法院寺书里面 讲到你最敬佳的那个时候 讲到你最敬佩的那个时候 讲到康有为啊 那个他们那个 不出于变化这个事啊 那个里面有一个康有为的老师 你是电脑 你是电脑 且要超级电脑 我想请教你上 你还是在康有为那个老师的名字吗 北京法院寺 那个书 那时候你的师傅里面提到康有为的老师 他在草底 你在北京法院寺里面那个书 朱九江 朱九江先生 那时候你跟我通电话 你说你写那个书来 你啊 找不到朱九江的照片 因为你到监狱里面 要朋友帮你找他的照片 我今天 因为康有为的老师 他是我的真主妇朱 朱九江先生 我今天把这个面子